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里边就是AB等于BA 这个肯定是对的 但是在矩阵里边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的呢 那我们看呢 我们最开始啊 就是这个东西呢 A是二乘立三的 二行三列的矩阵 B呢 是三行三列的矩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A和B的成绩是有意义的 但B和A的成绩呢 那么B是三乘以三的 A呢 是二乘以三的 大家看呢 B和A的成绩啊 就没有意义了 A和B的成绩是有意义的 但B和A的成绩呢 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两个不相等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说啊 A和B的成绩 以及B和A的成绩呢 都有意义 啊 都有意义呢 比如说这个是 B是三乘以二的啊 三行两列的 那么这个的结果呢 当然AB成绩有意义 结果是两行两列的啊 那么这回呢 这个B是三乘以二的了 那么这个成绩也有意义 但结果是三乘以三的啊 那么显然 A B和B那是不相等的 因为它们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啊 另外呢 我们上一句最后呢 就给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说A和B啊 都是二乘以二的 都是二乘以二的 那么AB能乘 BA也能乘啊 那AB成绩也是二乘以二的 BA的成绩呢 也是二乘以二的啊 但是呢 他们两个是不相等的 哎 所以呢 我们不管啊 去给它加什么条件 我们永远得不到 呃 我们说这个AB等于BA啊 我们永远不敢认为呢 它是正确的啊 除非呢 某些特殊的矩阵啊 那么这些特殊矩阵呢 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举例子啊 现在我们知道AB啊 等于BA 这个在数里边呢 两个数的成绩的这个交换率最常用的 在我们矩阵里边呢 也已经没有了 啊 不过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性质没有呢 可不是坏事 因为它这个性质没有 就表明啊 这个他有他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 呃 正是我们的解决实际问题呢 呃 需要用到的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算一成绩 好 我们再来算一下呢 这两个的成绩啊 来看看 这个两个啊 第一行和第一列对应相成 一 负一 所以这是零 相加啊 是零 正一 负一 相加二零 正三 负三 相加是零 这是正二 负二 相加是零 这是正六 负六 相加是零 哎 这是个零句这 哎 所以呢 又有一条啊 又一条比较怪的性质 这又就出现了 而这个矩阵呢 是非零的 这个矩阵是非零的 啊 可是呢 你看 我们这个两个非零的东西呢 乘起来居然是零 啊 那么我们在数里边呢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两个都不是零 乘起来一定不是零 但矩阵里边呢 又没有这个性质了啊 就是两个非零的东西呢 乘起来以后呢 它呢 还有可能是零啊 这是又一个这个在矩阵的乘法里边和我们数对照又一个不成立的这样一个性质 那么还有一个性质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AB等于 如果AB等于AC 并且A是不等于零的 那么 B就等于C 啊 这是我们数里边最常用的一个性质了 就是相当于是个消去率 啊 尤其在解方程的时候呢 我们常用 比如说呢 2X等于4 4就是2乘以2 两边约掉个2 X就等于2啊 这就是这个东西啊 因为2不等于0啊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约掉 哎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矩阵值里边呢 又没有了 啊 那么这个呢 留作习题 大家回去啊 把它找一个例子啊 找一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啊 但是呢 B还不等于C 就找这么三个矩阵 一个是A 一个是B 一个是C 啊 提醒大家一下呢 就是这个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性质啊 我们这里边呢 有两个非零的东西嘛 乘起来以后呢 是零 利用这个东西呢 大家很容易找到这里边的A B C 那么 由此看来呢 我们学了这个矩阵的成绩以后啊 就有三个在数里边呢 常用到的性质 我们这里边没有了 一个就是乘法交换率 一个就是非零的元素啊 乘积非零也不对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消去率也不对了啊 在我们这矩阵里边呢 都没有了 但我们说我们的矩阵的成法啊 它有什么呢 还是有啊 好多性 比较好的性质的 首先一个呢 就是如果三个矩阵 如果能做成绩 那么 就是你先乘A B和先乘B C 这个结果呢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对于乘法来说的结合率啊 乘法具有结合率 那么这个证明呢 稍微的复杂一些 我们在这里边呢 这个就不准备去证明它了 这个书上呢 写的都比较详细 因为这个证明呢 要用到两个秋号号 那么我们恐怕呢 有好多的同学对于两个秋号号的东西呢 不大熟悉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东西来理解一下就行了啊 首先呢 我们来看 A 我们随便设它一个就是M行N列的 大家看B啊 B 因为A和B啊 成绩是有意义 所以这个B的行数啊 一定跟这个的列数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一定是N列的 这是N列 所以B一定是N行的啊 那它呢 有多少列呢 比如说它是P列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C 因为这个B和C也能成啊 B和C也能成 那么这个C呢 一定是P列的啊 就是C的这个 对不起啊 C行的 因为这C的行数呢 和B的列数一定一样 所以这是P行的 那它多少列呢 比如说是Q列 我们来看啊 因为AB能成 所以就得这个啊 那个就是这个N和这个 这两个的 这个的行数和列 和这个列数一样 那么它成完了以后呢 就是M行乘上P列的 那么再和C起一做成法呢 这个M乘P的 这是P乘Q的 结论就是M乘Q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个看来B 先来带来看BC啊 B和C呢 成完了以后呢 是N乘Q的 那A是M乘N的 这个是N乘Q的 所以结果呢 就是M乘Q的 对那个大小啊 是一样的 对于大小一样的检验呢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对于它们的对用的元素一样呢 这个 你可以用到两个求和号 如果呢 你不愿意用两个求 也可以避开它 避开它呢 就是把这个BC的这些所有的元素啊 都把它写出来 当然写起来呢 就相当的麻烦 我们在这呢 也不写了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性质 就是A乘上B加C 就等于AB加上AC 那么这个是矩阵的成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矩阵成法对加法具有这样的分配率 这个呢 我们要一会儿我们来正常一下 还有 B加C乘上A 就等于BA加上CA 大家注意 这个成法的顺序千万不能动啊 这个千万要记住了 就是现在的A在前头 A在前头乘的 这个乘不进去啊 这个展开还是可以的 相当于原来展开就可以的 那么这是AB 这是AB 这是AC 这是AC 那么这A在后头的时候才注意 这是BA 所以你看这是BA 这是CA 这是CA 大家注意千万不能把这个里头的 这个BA写成AB 或者把这个里头的AC写成CA 就是原来是什么顺序 现在成完了以后呢 一定要保证是什么顺序 这个是呢 将来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呢 也一定要注意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有这两个性质 这两个性质呢 都是矩阵的成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那我们只证其中一个 比如说呢 我们来证明这个 在证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证明呢 还是呢 要把这个 两个矩阵 相等的那三条 把它这个证一下 就是行数一样 列数一样 对应元素也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 A 我设这个A 是M乘N的 那么B和C啊 它的阶数呢 是一样的 因为B和C呢 要能加 所以阶数是一样 那么这阶数呢 比如说它都得是N行的 因为注意这个A和B加C能乘啊 这个加法有意义 表明B和C的阶数一样 那么A和这个乘法 就这个的乘法又有意义 表明的是 这个的列数和这个的行数的一样 这个列数跟那行数一样 好 那么至于B和C的列数就不管它 比如说是P列的 那么现在我再来呢 说一下这A啊 它的元素呢 就是AIJ M乘N B的元素呢 就是BIJ 它是N乘P C的元素是CIJ 然后呢 这个也是N乘P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个B加C是N乘P的 这个A是M乘N的 所以左边呢 是M乘P的 左边是M乘P 大家看呢 AB 那AB呢 AB是M乘P的 AC AC也是M乘P的 所以加起来呢 还是M乘P的 也就是这两个矩阵的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 它们的对应的元素 对应元素 我们来看它的 DI行 DJ列 DI行 DJ列的元素 我们来看的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得看 这个B加C的 DJ列 好 B加C的DJ列呢 DJ列 那么就是 把B和C的这种元素呢 相加 那么它的第一行呢 就是B1J 加上C1J 第二个呢 就是B2J 加上C2J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B 这是N行的 BNJ 加上CNJ 于是呢 A乘上B加C的 这个的DI行 DJ列 那就是A的DI行 乘上B加C的DJ列 那么A的DI行 是谁呢 这A的DI行 我把它写在这儿啊 A的DI行 就是AI1 到AIN 其他的行 我都不管它了 那A乘上B加C 就这个矩阵 乘上这个矩阵的 这个DI行 DJ列 就是啊 它的DI行的元素 和它的DJ列 对应相乘再相加 那就等于 这是AI1 乘上B1J 加上C1J 第一个 加到最后一个 是AIN 然后呢 这个是BNJ 加上CNJ 就是这 写上这个以后呢 那我们再来 这是左边的啊 左边这个矩阵的DI行 DJ列就出来了 再来看右边 这个DI行DJ列 是什么呢 就是AB的 第二行DJ列 看这个是A的DI行 我们用红笔给它画一下 这是A的DI行 那这个呢 是B的DJ列 所以 所以AB的DI行DJ列 就是A的DI行 乘上B的DJ列 在这儿呢 啊 那么它就是 AI1 B1J 对啊 相乘 然后呢 一直加到最后一个 是AIN BNJ 好 那么 再来看AC的DI行DJ列 啊 那么这是谁呢 大家注意 A的DI行 还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是C的DJ列 那么AC的DI行DJ列的元素呢 就是把A的DI行 这个蓝的 乘上这个 这蓝的C的DJ列 那就是A21 乘上C1J 加上AIN 乘上CNJ 就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呢 要证明的是什么呢 这边的DI行DJ列 就是这个 等于它的DI行DJ列 那么这个的DI行DJ列 元素呢 其实就是这个 呃 这两个DI行DJ列的元素相加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红的这一串 然后呢 和这个东西 啊 和这一串相加 就完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说这这个 就这这一堆 是不是等于这两个呢 那么这个比较显然了 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 给展开就行了 看这个展开以后呢 是这一项 展开以后 这是这一项 所以它展开以后呢 一人一项 这个展开 一人一项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分成这两堆的核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了A乘B加C 等于AB加上AC 啊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照这个东西啊 照着这个呢 一样的去处理 好 在讲下一个性质之前 我们再引入啊 另一个新的矩阵 就叫做单位矩阵 好 单位矩阵I 单位矩阵I 都用爱来表示 有的呢 在后边要注上一个 是多少接的 啊 但是这个爱呢 也和那个灵矩阵呢 有点相似 啊 也就是呢 它具有伸缩性 就是说根据需要 它可以是多少接的 啊 那么如果你不注明的话呢 它就具有伸缩性 啊 除非你特殊注明一下 啊 那么这个爱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它的对角线的元素啊 全都是一 啊 不是对角线的 啊 就全都是零 啊 就对角线元素都是一 不是对角线的 那个一些元素呢 就都是零 啊 是这样一个矩阵 啊 那么这个矩阵呢 它在这个 成法里边呢 它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啊 我们比如说呢 我们来算一个这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 随便写一个 一二 负一 三零 五 呃 六二三 而这个东西啊 我们来把这个单位矩阵呢 给它放在这边 还注意啊 这个单位矩阵呢 一定是个方阵 就是杭数和列数是一样的 啊 比如说是n乘以n的 啊 那么这个这个三阶的嘛 所以要是把单位矩阵放在这边呢 那肯定也是一个三阶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单位矩阵 对角线是一 其他的位置都是零啊 其他位置都是零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把那边的黑板插一插呢 大家先利用这一 一两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盛一下 咳 咳 哎我们来给他乘一下呢 看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行第一列乡乘 除了这个地方啊 这有个一 其他都是零 所以呢只有这个地方是一 啊 那么这个来和这个乘的时候呢 大家看啊 只有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一 其他都是零 那一和别的一乘嘛 跟没乘一样 而且别的地方都是零又不理他 所以这个地方是二 看这个该第三个了 负一 那这个呢又该第一个了啊 这个增幣乘又该第一个了 三 这个呢该第二个了 一 这个呢又该第三个了 五 这个呢又该第一个了 六 这个该第二个了 二 这个该第三个了 三 啊 那么也就是说你看 这个矩阵呢 要和这个单位矩阵去做成绩啊 感情没 哎对不起 这条写错了 啊 这个 这个行和这个成这个这个这个零零零 这都是零啊 啊 那么这个矩阵呢 和这单位矩阵成完了以后呢 感情就没动 就和原来的呢 和原来这个矩阵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爱呢 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矩阵呢 你去成都是都是这个样啊 啊 那么这边呢 我说如果不是方阵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这没有这个啊 就两行三列啊 这三行三列也能成 也能成 那咱们看是不是还是这个呢 这个也比较明显 你看 这两个东西做成绩的时候呢 根本没有没有改变啊 都是一样的 啊 所以这个矩阵呢 这边呢 成了一个单位矩阵呢 那还不变 啊 那么 如果把这个单位矩阵放在这边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试验试验啊 比如说这是个两行三列的矩阵 那么我这边放单位矩阵了 我这边放单位矩阵 大家注意了 那么这个呀 因为是两行的 所以呢 这个只能是二阶的了 啊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 乘一下呢 那这个是 看来 一零 一三 这个零跟他呀 这个又没事了 所以这个是一 第一行第二列的时候呢 是二 第一行第三列的时候是负一 啊 那么第二行第一列呢 这个跟这个是零了 所以跟第一行没关系了 这个是三 啊 这个一乘呢 是零 这个是五 好 于是呢 如果我们要给一个矩阵啊 M行 恩列的 那我把这边啊 给他放上一个单位矩阵 当然这个单位矩阵呢 一定是M阶的啊 这个阶数啊 注意这个 如果你特殊指定一个阶数的话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 当一个脚板放在这儿 那那左边啊 放上这个 或者呢 把它的右边也放上一个单位矩阵 当然就得是N阶的了 啊 两边无论哪边放单位矩阵 他们的结果都一样 啊 就都是原来的那个A 啊 就是左放单位矩阵 右放单位矩阵呢 都是一样的 啊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这里面呢 定义了这个单位矩阵以后啊 那么这个单位矩阵呢 就特别像我们在这个数字里 运算里头的一个东西 谁呢 就是乘积里边的那个1 啊 那我们那个0矩阵 就那个O啊 那个0矩阵呢 就像我们数里边的那个0 而这个单位矩阵呢 就像我们这个1啊 然后你看这个记号都差不多啊 都一样 原来这个这个数里边的0啊 这个放大一点 这个圈大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0矩阵了 那么原来的数字里边那个1嘛 也给他写大一点 两头只不过加上点组头 这个爱就成了我们这里边的这个1了 啊 所以呢 啊 就成我们这里边这个单位矩阵 啊 所以呢 这个01啊 呃 和我们这边0爱 其实呢 他们这个地位啊 就是对应过来的啊 就是和1来相成 这个这个任何一个矩阵和1相成 都没改变 都是原来这个东西 不过我们这个1呢 当然就和原来那个1啊 不大相同了 我们这个这个单位矩阵呢 它这个阶数啊 呃 它是在变化的啊 啊 这是呢 对于这个单位矩阵 也有这样一个性质 啊 还有一个性质呢 就是a乘上ab啊 呃 原来呢 我们说过一个这个 是ab乘a 它就等于ba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a 啊 就是说这个竖乘 呃 和这个 就是这个竖和矩阵之间的这个竖乘啊 和原来这个呢 这个竖的乘法之间呢 也有这个结合率 那现在是矩阵乘法和竖乘之间呢 它也有结合率 就是可以呢 先乘这个a 然后呢 再乘这个b啊 甚至于呢 你可以先把a呢 放到后边来啊 把a放到后边呢 也都可以 这是a乘上一个ab啊 放到这也行 这个都没有关系 啊 这就是这个 我们介绍的几种啊 基本运算啊 有什么运算呢 呃 有加法 减法 大家注意乘法啊 我们现在介绍了两种 一种是数 数以矩阵相成 数以矩阵相成 就是把这矩阵的所有元素都乘上这个数 还有一种呢 就是矩阵与矩阵相成啊 呃 对在矩阵和矩阵相成里边呢 那么我们还有这些这个加减法里边呢 我们有好多的性质都是对应着数里边过来的 就是数里边有 我们矩阵这里边运算里边的也有 呃 那么因为这些性质太多了啊 所以呢 再去背它呢 就很难 那我们怎么来记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记 我们这里边啊 这个没有的 但是数里边有的啊 我们来记这个啊 都谁行呢 啊都啊 我们这要记的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乘法啊 无交换率 啊 这是对于乘法来说的 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A啊 不等于零 B 不等于零 啊 可是呢 A和B的成绩啊 居然会是零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消去率 啊 AB 等于AC 而且这A矩阵呢 还是非零的 啊 可是呢 你可得不到B等于C 就是这个东西啊 他感情是约不掉啊 呃 这要三种运算啊 这个呃 四种运算啊 就是加减 数乘 还有矩阵乘法 好 那我们再来看呢 我们在数里边呢 学了矩阵乘法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讨论乘法了 啊 那么这个乘法呢 当然数里边有乘法 还有开方 那么我们在这本书上呢 对于矩阵的开方啊 没有去做讨论 那么事实上呢 学到一定程度呢 我们对某些矩阵呢 也可以去开方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考虑乘法 那么乘法呢 比如说这个A的平方 那A的平方呢 大家明显呢 就应该理解成是A乘以A 那有意义没有呢 啊 那么如果A是方阵 这事就有意义啊 比如说这个是 如果是M乘N的 这个是M乘N的 啊 我们看啊 如果这个乘积要是有意义 那么这两个数一定得相等 也就是说呢 这个A一定得是方阵 啊 那么 呃 A是方阵 这个乘积就一定有意义 不仅如此 我们来看A的三次方 是A A 三个矩阵的A来相称 啊 那么这三个矩阵A 要是能做称法 也只要它是方阵就可以 啊 因为只要两个能称 它就得是方阵 那方阵呢 多少个都能称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定义啊 当A是呃 N阶方阵的时候 就是行数和列数是一样的 就叫方阵 A是N阶方阵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定义啊 A的若干次方 比如说是K次方 A的K次方啊 就K个A相称 啊 那么因为乘法又有结合力 那你就随便乘啊 然后呢 一个一个的 就给它乘上乘过去 按照矩阵的乘法 给乘过去就行了 当然 这个K呢 我们要求是正整数 K要求正整数 啊 那说如果K是零 可不可以呢 啊 那我们在数里边呢 其实有规定啊 一个数 只要这A不等于零 A不等于零的时候呢 它的零次方就是一 那我们在这里边呢 有特殊规定 不 我不管那A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A的零次方啊 就是单位矩阵 啊 A的零次方呢 就是单位矩阵 其实就像我们数里边 那个A的零次方呢 等于一是的啊 就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是 这是一个特殊约定啊 就是对这个N啊 就对对这个A 我们根本不管它是什么啊 我们都这样来约定 那这样来约定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给了一个多项式 这是A0加上A1X 加上A2X平方 一直加到AMX的M次方 啊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我们再来写一个FA FA呢 我看我就相当于 这个A是矩阵了啊 A是矩阵了 A是矩阵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这个A啊 就把这个X换成A 那么这个呢 就加上一个A1A 加上A2A方 好那注意 因为要A方要有意义 所以我们这个A呢 就得是个方阵 当A是方阵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X换成A 换成A以后呢 就是这个 AMA的M次方 好 因为呢 要求啊 A的若干次方都有意义 所以A里是方阵 那么A的M次方呢 比如A是N阵方阵 这可都是N阵的 好那我们说呢 说这样写了以后呢 行不行呢 那他有一个问题啊 说答案呢 就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大家看这个东西啊 都是N阵方阵 如果A是N阵方阵的话啊 这些东西都是N阵方阵 可这个地方呢 是个数 我们没有定义啊 我们没有定义数和这个方阵的啊 和矩阵的加法 我们没有定义过 数和这个矩阵的成绩 我们是定义过的 于是呢 这个没有意义的啊 但是呢 我们稍微改造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呢 在数里边呢 它是1啊 A0 就是A0乘上1 1呢 我就可以写成 X的零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A的零次方了 那A的零次方呢 那就是I 所以这个补充上一个单位矩阵 那么这个单位矩阵呢 当然和A的结束是一样的 啊 写成这样以后呢 那么给一个多项式 我就可以把这个A 给它带进去 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要想让这个式的有意义 这一点啊 必须呢 得有一个单位矩阵I 啊 然后呢 这保证都是这个矩阵的加法 啊 那么再给了这个以后呢 那我们看 如果你要给两个多项式 啊 一个是FX 还有一个是GX 啊 那么如果我设UX等于FX加上GX 啊 VX等于FX乘上一个GX 啊 我们可以来证明 我这个也能把它换成A 这换成A了以后呢 其实我只要把里边的东西啊 都换成A就行了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乘积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把这个写成A 写成A呢 这个就是FA加上一个GA 对不起 这个点是成 啊 点是成 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多项式的运算 我们在普通译下的多项式的加法和成法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是矩阵的加法和成法 啊 那么这个的验证工作呢 大家实际上呢 就是呃 按照那个多项式呢 直接展开呢 就行了 这个工作呢 我们在这就不做了 啊 给大家呢 留一个思考题 啊 我在我擦黑板的功夫 来想想 这件事 是不是正确 如果A B 都是N阶方阵 A B都是N阶方阵 啊 大家看这个式子 是不是正确 哦 答案是这个式子不对 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数里边的这个合的这个就是完全平方公式 但是在我们矩阵里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应该是什么 这个A加B的平方 按照我们刚才的记号 平方呢就是A加B乘上A加B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A加B啊看成一个矩阵 看成一个矩阵以后呢 那么按照这个分配率 它就应该是A乘上A加B 就是这俩展开 加上B乘上A加B 然后呢就等于我这回呢 它是真正的一个矩阵了 再把这个展开 这个是A方加上注意顺序 A乘B 加上注意顺序 这是B乘A 加上B方 因为我们在这个数的这个公式式子里边呢 因为AB就等于BA 所以这个无所谓了 这BA就是AB 往这一放就成这个 这是数 但是矩阵里头呢 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乘法 它没有交换率 所以AB和BA呢就不见得相等 不见得相等 那这个式子就不见得对 那么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对呢 那当然是AB就等于BA的时候 AB等于BA的时候呢 你把它换成这个 把BA啊换成AB 然后呢这就成了二倍了 所以呢这个式子不一定对 那它的反例 我们要说它不对啊 你说别的都没用 就是给举个反例就行了 就举个反例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反例呢 大家自己呢 这个回去去找啊 可以说你只要不举那个太特殊的 你随便摸两个AB 比如说是二阶的嘛 就随便找两个二阶的方针 随便找两个 那么你都能够验证 这件事是不对的 只要AB呢不太特殊 那么有了这个啊 这个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对了啊 那么咱们课上不解决了 我给你写上 你回去算 我把这个B啊 给它换成单位去认I 都是方针啊 都是软件方针 A加I的平方啊 我说它等于A方加上2A 再加上I 相当于是我们这里面呢 A加I的块平方是A方加2A加I 这也是个完全平方公式啊 你回去思考一下 看这个事是对的啊 还是错的啊 下面呢 我们这个在介绍矩阵里面的另外一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呢 也是以后呢 也要常用的 就是一个矩阵的转制 其实我们在行列室里面呢 就有转制了啊 这个矩阵里面呢 也有转制 啊 所谓转制的意思呢 就是还是行变列列室列变行啊 所以如果A是AIJM行N列的 那么A的转制叫做A平 还注意 现在啊 这个流行的记号 是A 把这个地方写成T啊 现在流行是这个记号 那没有关系了啊 我们来看A平就是谁呢 把行变成列啊 把行变成列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这是 123456 比如说呢 这个是A 那么A平呢 现在是谁呢 就是行变列 第一行就变成第一列 123 第二行就变成第二列 这是456 这么一变了以后呢 大家啊 明显的 我们来看啊 这个的行数 因为你行变列了吗 这个的行数就是这个的列数啊 所以这个的行数就是这个的列数 那 那那那这个的列数呢 因为这列就变行了 你这个你看 这一行的话 这不是竖着写了吗 所以这个有多少列 到这就有多少行 所以这个的列数是这个的行数 啊 原来是M乘的呢 现在就变成N乘M的 原来是2乘于3的 现在就变成3乘于2的 啊 那么这元素呢 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是这个的AiJ啊 就其实是Ai 把行列呢 也给交换了 啊 这是一个这个转制啊 就有就有这样的性质啊 啊 这是转制的定义 我们来看呢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 就是A任何一个矩阵 它转制肯定都有意义 那它转制完了以后啊 它还是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呢 再给它转制一下呢 就成了A了 啊 就是一个矩阵A 你转一下 再转一下 就还又回来了 其实这个其实跟废话差不多啊 你看 你这个A嘛 你刚才一转制的时候呢 就行变列了 那你现在再一转制 它再一转制 这列又变行了 就变回去了 所以呢 一个屏完了 再一个屏啊 两个屏以后呢 就变回来了 就是这个A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一个A啊 乘上一个数 啊 一个矩阵 这个数上再转制一下呢 我就把A网出一拿就行 就把这A网出一拿就行 而这个也呢 很明显的啊 这也很明显 你说这个AI这吗 那你如果都给它乘上一个A A转制以后呢 它这还是有一个A 然后呢 我就把它网出去拿 有关事啊 这一根拿出来以后呢 还是这个东西 咱翻过来看这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要一个2A的话 我们要一个2A来转制 那2A呢 这就是大家都乘上一个2 都乘上一个2呢 你2A要转制啊 那这转 先转制的时候 这还是有2 有2你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拿走这个2以后呢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A 就剩A的转制了 啊 所以这个转制 这个A呢 可以直接拿走 这是第二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 第三个性质 是A加B的转制 就等于A的转制 加上B的转制 啊 就核的转制呢 是转制的核 核的转制是转制的核 我们来看啊 如果这个A呢 是等于AiJ M乘N的 B呢 是等于BiJ M乘N的 实际上这个性质呢 你要是理解起来 大家把那个矩阵 就是真正的 给它写出来以后 更好理解 啊 那我们来看呢 我们简单写一下 那么这个是 那A加B啊 A加B呢 现在这个矩阵 就变成什么了呢 啊 A加 A加B 现在就变成了 AiJ A加上BiJ 还是M乘N列的 那我把这个A加B 给它一转制啊 它就成了 Aji 加上Bji 行核列变了 那行数和列数也变了 啊 那么 那根据矩阵的核 我就可以把它拆成两个 一个是Aji N乘M 一个是Bji N乘M 啊 把它拆成两个 拆成两个以后呢 我们来看 对这Aji来说啊 那么Aji 看原来这个是Aij吗 现在Aji N乘M了 这是AijM乘N 所以这个就是A' B品 那么这个呢 同样的道理呢 就是B品 啊 所以核的转制呢 就是转制的核 啊 下一个性质 下一个性质 我们该来看这个成绩的转制了啊 因为核的有了 大家注意啊 另外一件事也是明显的 但这件事呢 就没有意思 就是说如果X的转制 这就是转制的X 嗯 那加法减法和竖成啊 我们都讨论过了 把它过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成绩 如果A和B能做成绩 啊 A和B能做成绩的话 那它成绩的转制啊 成绩的转制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转制的成绩 不过啊 顺序变了 这是B品 乘上A品 啊 这个的证明呢 这个稍微的麻烦一点 呃 我们看 大家呃 我们能想办法把它记住 也就行了 我们来看 如果AB能乘 那A是M乘N的 然后这个B呢 啊 A和B能乘吗 都这是N乘上 比如说N乘P的 就是这两个地方应该是一样的 呃 于是呢 我们看 这个A和B啊 要乘起来以后呢 那它就应该是M乘P的 那么然后呢 它再转制一下呢 就应该是 哦 这是M乘P的啊 那这就是P乘M的啊 这是这是AB的这个转制 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这边啊 如果你要A品乘B品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记成了A品乘上B品 那我们来看呢 A品现在是谁呢 是N乘M的 因为A是M乘N的啊 A品N乘M的 那B品呢 是P乘上N的 这回我们知道坏事了 它连 连乘都乘不了了 这个都不能乘了 所以要想能乘的话呢 你看 我要换个顺序 B品是P乘N A品呢 是N乘M 那你看 B品乘上A品啊 那就是P乘M的 AB品刚才是P乘M的 那那B品乘A品呢 也是P乘M的 那就说 它们的大小呢 是一样的 那么至于它们的 具体元素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把它 这个这个乘法呢 都给它写出来 然后呢 转制一下再看看 那么这个详细证明呢 我们就不写了 那么这是对于矩阵的 我们这节讨论呢 是具阵的一些基本因素 还有一些简单性质 那因为它的性质呢 比较多 记起来比较麻烦 那我建议呢 大家呢 就是 把没有的那些性质 把它记住 没有的性质记住 用没有的这些性质 在对应的数里边啊 那个推出来的那些结果呢 我们也要慎用 比如说呢 就这个 这个呢 是要由交换力推出来的 这个是的 要由交换力推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具阵里边的 没有交换力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不对 所以一般呢 就不要用啊 大家记住 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思考一下 看看这个式子啊 到底对还是不对 啊 这些学课呢 说我们讲了这样一些性质 希望大家回去呢 把它自己做一个总结 好 这些课就到这儿 做一个事 我们在这儿 做一个不错的事 但是这个不错的事 做一个不错的事